驾驶首先来看到的是 有一名驾驶开在台86快速道路 原本正常行驶 突然之间就在车道转了180度 一度倒退开车 吓坏了目击的民众 而另外同样在台南 知名景点关系平台 有驾驶上演甩尾 差一点就撞到了台湾 黑色轿车不断往左边挤 隔壁车主只好停下 没想到这时驾驶当场 来个180度大回转 打双黄灯油门一踩 疯狂倒退路 其他车主直接傻任原地 行经台86快速道路 东向西约5.6公里处 有危险驾车的行为 虽然未接获报案 但是已经在调查厘清中 驾驶在台86快速道路上演倒车秀 影片po网网友直呼太扯 还有人开玩笑问 他的车是不是双向驾驶 快速道路上炫机下场 不知公共危险罪 恐怕还得吞万元罚单 除了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3条的规定 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 24000元以下的罚还以外 也将依照公共危险罪嫌就办 同样炫技的驾驶 不止快速道路有 连台南知名景点 关系平台也有 轿车甩尾冲到对象 轮胎跟地面摩擦 冒出阵阵白烟 车子更差点撞向 路边摊贩 惊险画面 网友看了痛批 当地游客那么多 这行为太危险 如果这样甩的话 有来车怪 一个事物可能会拖及到无辜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 将自单取发 改装车辆的部分 也会含请环保及监理单位 检验车辆并采罚 这下除了吞罚单 也涉及公共危险 虽然这回驾驶是下午 来关系平台甩尾 但实际上 晚上把这里当练车场的人更多 警方只能加强取缔 杜绝驾驶 危险行径 记者黄埔奇台南采访报道